你如果坚持要学医的话 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你 我一分钱都不会拿你的 那你是在外面饿死穷死 你那个时候可出名了 谁不知道医学院 有一个孽语症啊 铁人似的不睡觉 每天不是图书馆 就是实验室 年年奖学金 不要命似的 其实我特别想问你 你真的这么想当医生吗 玩命拼呢 你说 我花那么多钱送你上学 我不是要你去学医的 我是要你学金融 是要来继承我的事业 你的商业地固 我不稀罕 我就是想去学医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学医是为了干什么 你就是为了那个谭静 要给他爸治病是不是 那你挣钱不也是为了女人吗 你以为你那些女人 没有钱会愿意跟你 那我再告诉你 你如果坚持要学医的话 那我就什么都不管你 我一分钱都不会拿你的 那你就在外面饿死窮死 好吧 照顾好你自己吧 也难怪你爸生气了 你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呢 别人不知道就算了 你也不知道吧 我爸可以不理解我 老师也可以不理解我 全世界都可以不理解我 你不行 我不是不知道 你学医是为了想给我爸治病 但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是说 想让你替你爸的去学金融 我是想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理想去走 不要为了我牺牲一生的志向 怎么能叫牺牲呢 我心甘情愿的 你怎么办啊 聂医生 我们可以找别的医生 去给我爸看病 但是你 你得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过 你回去吧 我以后都不想再看见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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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你走走吧 但我待会儿有考试 只能一会儿 好 好 好 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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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